有情提示 这是一部让强迫症看了都直呼过瘾的灾难片 科学家正在进行一起实验 而实验室外都布满了军队 可以看出这实验并不简单 这个工程师正在给机器换钻头 而被换下来的钻头放大一千倍来看 上面出现了一种超级纳米虫 他的繁殖速度不但非常惊人 而且超级坚硬的物体也能啃尸 这是工程师发现的异常 他拿起金刚钻头一看 钻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 工程师觉得不对劲 越来越不对劲 于是他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去被领导叫停 原来他的防护服已经被咬破 他试图想用手把虫子巴拉下 可明显有个卵物 他爱秀长官打开门让他出去 他所有人都不动于衷 领导表示 在我意料之中 二十秒后男就七孔流血倒在地上 身体被纳米虫一点点的啃尸掉 这时工作人员发现捆绑居然的风钢锁扣 也被纳米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吞噬 甚至房间里3C认证的钢化玻璃 也逐渐出现裂痕 领导见状 完了 中国制造的钢化玻璃都顶不住 于是赶紧按下燃气开关 十万零八度的火焰瞬间喷雨一出 领导此时默默在向耶稣祈祷保佑 然而直到火焰逐渐停止时发现 居然仍然骂什么名字 在场的所有人足足被惊呆了5秒钟 此时巨人慢慢的举起双手 你以为他是要投降吗 NO 巨人的手开始分解成无数的纳米虫 领导见到那赶紧逃命要讲 但已经为时已晚 大量的纳米虫瞬间冲破玻璃 侵入控制室 场面十分震撼 此时外面的军队也感觉到不祥的征兆 这时实验室的钢铁门 慢慢开始有了动静 只见攀朗一手 两关重的钢门直接被弹飞300米高 无数只纳米虫蜂拥而出 军官见状赶紧下令开门 但炮弹打过去几乎都成了哑弹 而且攻击越猫 纳米虫反尺的速度越快 士兵们看到这一幕开始疯狂逃跑 但已经为时已晚 纳米虫一每秒一百米的速度 分没了整个军队 事情还没结束 两分钟后一个司机老在高速上快乐的行驶 当他发现到异常时 纳米虫已经在后面啃射车厢了 不说15秒 整架大虫卡车被啃的连扎都捕着 就算是晴天初来了 也坚持不了20秒 甚至连路旁的广告牌也没放过 而随着纳米虫的数量越来越多 分尸的速度也越来越晚 就连巨大的体育场也挺不过15秒 但是纳米虫仍然还没吃饱 朝着城市中心疯狂飞去 人类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 而现在唯一能救他们的 只有曾经纵横驱魔三界的约翰康斯坦